5月初就要舉行國共論壇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今天是首度鬆口 承認他將率團登陸了 時間就定在5月2號跟3號 不過外界最關心的就是 到底會不會有主席會 朱立倫強調這方面 還在接觸了解當中還沒有定案 5月初就要登場的國共論壇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究竟去不去終於有答案 目前的規劃是如此 那我們希望在5月2號跟3號 來進行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最重要的主題希望是對兩岸的 這些青年的還有文化的交流 當然也包括一些經貿的交流 不過外界更關心的 首度以黨主席身份登陸的朱立倫 會不會跟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見到面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目前有關於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進行 我們還會做一些詳細的一些接觸 跟了解跟商討 所以這個部分還沒有定案 雖然正面回應 但對朱席會還是不輕易鬆口 不過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批這樣的交流 是把兩岸關係國共化 我也再一次的提醒蔡主席 兩岸關係不要受限於意識形態 也不要有政黨個人的算計 一定要趕快跳脫政黨或個人的算計 要走出意識形態 對台灣才有幫助 重炮回擊要蔡英文走出意識形態 國民黨終於回到最熟悉的兩岸戰場 這回朱立倫贏在起跑點 由DNTV王世凱主席於新北市報導